朱令投毒案是中国最简单的一案 案情并不复杂 可为什么会成为一案 迟迟破不了案呢 朱令同学贝志成在2006年曾发表过文章 详细地说明了案件的经过 他是一直持续关注整个案情 并且参与其中的一个同学 接于他还接受了采访 详细地说明了案件 他曾经咨询他当时的公安大学的同学 第一嫌疑人是一名叫孙伟的女同学 当时不能说100% 也已经99%认定是他 贝志成的公安朋友说 大学生犯罪跟社会上的犯罪不太一样 尤其是极度的理由是千奇百怪 因为大学生心里是相当脆弱的一个群体 基于某种利益吧 他们的作案动机也是五花八门 不像社会上的一般都是深仇大恨 不过大学生的反侦查能力都很弱 社会经验很差 所以基本上像这种下毒案 其实是很容易侦破的 比如有一部电视剧 快40岁的博士老杨 杀害了一个完全没有伤害过他的一个同学 25岁的天才小王 老杨觉得他已经快40岁的人了 毕业了还要到社会上丛林开始 可是想到他的同学天才小王 只有25岁 他所得到的一切 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 而小王同学却唾手可得 于是他就动了杀机 再回到朱令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并不复杂 可为什么没有侦破呢 有一个自称是孙伟的邻居 发微博说自己也出生在高杆家庭 他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孙伟做的 但是由于是邻居关系 一直没有通过网络说出来 但是他鄙视孙伟 他是我们楼里的池子 孙伟家是非常显赫 相比之下 朱令的家庭条件跟他一比 算是一介草民了 有网友说 你已经出生在罗马 为何容不下一介草民呢 朱令当时被投了两次毒 第一次是在1994年的12月 当时症状是四肢关节痛 在北京同仁医院治疗一个月 当时没有人知道是被投毒的 医院也不知道得了什么怪病 因为当时毒物的剂量不到 头发掉光以后病情好转出院了 出院以后 朱令坚持上课 并且参加了明月对北京文艺的演出 到了1995年2月开学一周后 再次因为不明原因发病 双脚疼痛男人 手臂麻木 再次脱发 医院的李顺伟教授也曾怀疑是他中毒 但是朱令否认 说没有接触过他 在这治疗期间 朱令陷入深度昏迷 长达两个月之久 1995年4月 事情出现了转机 被指成在网上发出求救的邮件 得到了3000多封来自世界各地的回信 60%都怀疑是他中毒 被指成把翻译好的邮件 交给了协和医院 这才确认了朱令是被人下了毒 可是毒物已经进入到朱令的大脑神经 严重的后遗症伴随他终生 他几乎成了植物人 生活不能自理 知力只有六七岁的孩子一样 有人发微博说 经过公安部门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以后 当时孙伟本人似乎已经承认 是他实施了对朱令的下毒 具体手段就是 他将毒物放置于受害人的杯子等日常物品中 先后进行两次以上 以确保受害人被毒害 但是由于物证灭失 已经无法采集到他毒的残余形成证据令 所以也无法对孙伟提起诉 案件最终调查终止 孙伟已经改名孙世言 还改了出生日期 他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申请出国有十年之久 都没有被批准 孙伟毕业以后 清华拒绝给他发毕业证书 公安局也拒绝给孙伟发出国护照 孙伟毕业以后 清华还规定不准给孙伟开 出国留学所需要的一切有关材料 以及工作所需的介绍信 所以孙伟十年来 无数次的申请出国都一再被拒绝 于是孙伟将名字改成孙世言 出生日期也从原来的清华大学登记的 1973年8月20号改为1973年10月12号 并出具假材料获得了篡改的身份证 以虚假的身份申请出国 十年前 孙伟的家人从未试图针对这件下毒事件 做任何遍及 一直到2005年底 有网友在天涯论坛发表了天堵红颜 十年前清华女生被投毒事件的文章 孙伟才找到之前的同学 替她发声明撇清自己 称自己不是嫌疑人 也已经被排除 可是却被网友称了越描越黑 根据贝志诚的说法 在天涯论坛上 那些替孙伟说话的同学都是她提前找的 她提前铺垫了一个多月 跟同学先打招呼 说自己很烦恼 网上有些人议论我 希望她的同学们 在天涯上发帖帮她证明一下 她并不是凶手 后来黑客还把那些邮件都公布了 那些帮她发声明的同学 也被喷得很厉害 根据贝志诚的说法 她后来了解到 这个孙伟完全没有愧疚感 孙伟的依旧曾经就公开说 那个清华的朱令被投毒的 就是她的外甥女干的 这个孙伟的背景到底有多强大了 她是孙月奇先生的孙女 曾任北京市市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 翻开她的家谱 令人瞠目结舌 2023年12月22日 父亲吴成之公开朱令已经去世 朱令有一个姐姐 是北大的高材生 两个孩子都受了意外 对老两口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吴成之今年83岁 很难想象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何种心情 30年的无望之灾 直到走也没能等来真相 凶手仍然逍遥法外 未知惋惜啊